來囉 年紀到 歡迎到聽 一言不合就開打 不要打打沙沙 鄭平 小時候怎麼教你的 來 先叫一聲爸爸 來 其實我很多朋友都講 我可能會有問題 對 中拳 其實我這個人 因為大家對你沒有期待 對 不要打我啦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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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不起 那我快磚了 我發現 成員影片錢好賺 趙哥驕傲得很 以前那是六萬耶 通常是才三萬二而已 紫紮的 紫紮 紫紮 你為什麼這個年紀 還要一直拍SWAG 預備 好了 為什麼你毛這麼多 有嗎 有嗎 你看 沒有 我都刮乾淨了 毛囊還在 但是有刮 是不是 忍到了一個年紀毛會越來越多 同學來了 為什麼越老越拍到底 今天就是我們在想 你看今天都是年輕的朋友們 為什麼身邊的長輩年紀越大 越容易出現一種拍到底的箭頭 以前他們好像不會這樣 然後人年紀慢慢越大 身上怎麼奇怪散發出一種老人味 對 愛睡睡念 溝通起來也尖酸刻薄 是不是 又喜歡教人家 以老賣老 情緒勒索 愛睡睡念 我怎麼好像全都在講我自己 是 我慢慢開始有這些症狀了 糟糕了 怎麼會這樣 對 而且滿多網友也在分享說 他很怕跟長輩會沒有共同的話題 對 或者是會有 雞同鴨講的感覺 最害怕的是就是 怕老一輩的人講的幽默感 就是他們不知道到底要笑還是不要笑 因為聽不太懂 Gate不到 Gate不到 我們只能尬笑 尬笑嗎 因為不笑不禮貌 所以我們只能尬笑 又不是 又真心覺得沒那麼好笑 或者是真的太舊了聽不懂 我們年輕人聽不懂的感覺 而且還怕他還沒講完你就先笑了 尷尬了 想要假笑然後還笑錯點 對 所以這個我們對老人的這個 派刀頂的這個是真的這樣子嗎 還是刻板印象 我們今天好好驗證一下 今天來到的現場 三位長輩們 既然他們來到這一集 等於是他們毛很多 所以要 我們後輩要怎麼對他們 要禮貌 要禮貌 好 馬上歡迎第一位毛貴長輩 好怪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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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開場對我們的恭維 是 你們講的好像說你們都不會老就對了 對啊 然後在這邊 尖酸刻薄 然後極盡羞辱之能事 對 對 對 就是這些年輕人 我也覺得他們很過分 年輕人先手放下來 我是跟他們三個講的 這樣子 沒有 洪哥請坐 來 謝謝洪哥 請坐 洪哥剛剛音樂 他很以為要帶一首歌 這個叫做 有沒有 錄完了之後他就踢走了 不會 洪哥坐 要不要把你敷 不用 請坐 因為我算是裡面 體氣比較好的 等一下 你們要小心一點 可能會發生 不可抗拒的原因 更厲害的 我跟你講因為洪哥其實 脾氣算真的滿不錯的 很好 對啊 然後以前錄影的時候 也是照顧我們完備 對啊 洪哥算毛不多的吧 因為以前是洪哥跟欣雅 有一個阿鳳姐聲 對… 對… 互動是非常多的 所以問欣雅其實就很清楚 就很難惹保你耶 因為他在我旁邊 你問他 我有沒有碰到郭他一下 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我們現在在 很奇怪 曾經 我們那個桌子下面 你問他 我有沒有碰到過他一下 今天是曾經這樣 曾經大會 你講 你說 你願不願意當人證 你願不願意當人證 以後 我願意 真的沒有 可是洪哥你這樣講 後面兩個怎麼辦 沒有 他們最大的那個 在演藝圈立足的點 就是厚臉皮 對不對 好 好 來 馬上歡迎第二位 寶貝 小心喔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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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趙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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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趙哥 謝謝 有什麼事要講嗎 沒有 沒有什麼事 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 你愛坐哪裡就坐哪裡 就先坐好 要回你一下 好不好 坐下 好 請坐 謝謝趙哥 好 好 讓我們來歡迎第三位 還有第三位 第三位 馬貴,準備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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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屬在旁邊 趕快跑 後面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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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段的SOP你很清楚 是… 你時常參與這個 沒有… 因為我們 帶人彩排一下 不然 好壞喔 你那個不是年紀大的 那個不一定 不一定 誰先沒有氣息誰先走 很難說 是裝老人 是不是 好久不見了 心啊 好 是不是想抱一下 是不是想抱一下 欸 喔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舒服 舒服 沒有 沒有不舒服都可以 如果對方有一點不舒服 那就不可以了 舒服了 不然等一下 舒不舒服是由她來講 心啊 妳有什麼資格 怎麼樣 心啊 像剛剛的這整個過程 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嗎 沒有 哇 我們蠻不舒服的可以坐下來嗎 你們 坐… 那我過去那邊坐 好 歡迎 歡迎 等一下 剛才好像有一個人在回應我 謝忻 謝忻 妳怎麼可以坐那邊 對 想問一下我現在還絕對快 突破盲腸 的確 她為什麼坐在那邊 妳資地那麼深 對啊 妳演藝圈都四十幾年了 妳好意思坐那裡 我演藝圈15年而已 誰跟你四十幾年 我今天坐在這裡是有栽雕的 對我來講 45歲以上才叫老 你們三個加起來都要200歲了 敢講我 沒有 100出而已好不好 166 算過了 妳真的算過 先算過… 好大 很在意 很在意 我想問年輕代表他們 你們覺得這三位裡面 誰是最老 誰是最年輕 我覺得看起來最年長的 應該是洪哥 為什麼 因為洪哥就是他感覺 歷經了很多的滄傷 經歷比較難過一點 頭髮沒有染 對 頭髮比較白 不太染 因為我最近因為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戲比較多 那因為我 就是很滿就多了 對 不好意思 全部都給妳演就好了 好討厭 前輩 這樣懂了… 不是 我們也不能夠說 我們戲演得多好 可是老實說 也沒人找白雲拍戲 是不是 不是沒有人找 有啦 有啦 好幾年前的情定北海岸 不… 20年了 那是四分之一個四季前的好不好 真的…那是經典… 沒關係 因為我這個 臉上的皺紋分布得比較均勻 該有的紋我都有紋 我是說真的 算命的有說過 如果說你有法令的話 法令紋的話 它會慢慢的越來越深 到了你差不多45歲之後 只要法令紋過嘴角 這樣就沒問題 對啊 聽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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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年輕的工作人員在摔東西 你這麼生氣嗎 好噓 現在這樣子 你看看 就在面向學上是有根據的 人家說這老來翹 對 也不要少年的字 有翹嗎 翹就是那個 花翹的翹 花翹 五的好 對 就是不要年少的字 他不是翹起來的翹 他翹不起來 對 花翹 花翹 前面都翹不起來 對 沒有像 對 沒有像 好 但今天現場的三位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最年輕的是 白英哥 三位最年輕 白英哥是1970年的 對不對 1970年 1970 1968 所以今年才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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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趙哥多兩歲 55 55 洪哥是75 對 我快要邁入福獲之年了 60 75 洪哥 你要60了 快60 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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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心態很重要 心態 好 先問一下三位前輩 是不是覺得這 年紀越大越難相處 然後有什麼事情是以前覺得可以 現在真的看不下去的 自以為 自以為很紅 都不打招呼 我覺得 誰 我們以前 不是誰 很多啊 你們對面幾乎全部都是 哪有 我每次看到你都跟你打招呼 沒有 那是因為 今天要錄的時候 看到我才稍微打招呼 平常就把我當東西 有啦 有都有 都有打 應該這樣講 其實我們以前受的訓練 我們看到老一輩的藝人 或者是工作人員 什麼導演什麼 我們都主動打招呼 這個主動打招呼不是要阿諭奉承 對 不是啦 是一個禮貌 也不曉得為什麼 近幾十年來 可能現在新人比較多 還有 還有一些網紅有沒有 自媒體 那種 尤其他們來 從裡面錄影 常常把他當自己是天王 天后 沒有在理人的 我心裡想 當然你可能不認識我 有可能 你不認識我 所以你不想跟我打招呼 也沒關係 可是你看我們在做什麼事情 在幹嘛的時候 你大概也知道我們是誰 不然你來跟我們來這邊幹嘛呢 我認為他們比較會自視甚高 這也沒有不好 因為你可能認為你很紅 你當然你就不想跟我們這些人 有所計較 但是話講回來 憑白不落陪久 真的 花五百日紅 對 無千日豪 對啦 奉勸你們各位 有多遠就走多遠 對 最好永遠不要回頭 其實在我們這一代 我一直覺得那個叫 對啦 那個叫倫理以前 在我們全民最大黨 全民大門國的時候 新亞跟阿堅就是這樣過來 對 我們那時候的倫理是有多重要 是… 以前真的是看到 看到幾位大哥 不管是誰來我們都會叫 而且都會站起來 對啊 新人啊 然後你假如自己在吃便當的話 假如大哥比較晚到 來了以後你還說 留便當 哪一位 比如說白雲哥要吃便當嗎 這樣 白雲哥就說不用啦 我吃噴就好了 就這樣 為什麼有這種很客氣的 我愛你互動不吃 話起來尷尬 那個有一次最嚴重的是 吃邰哥在旁邊 這誰訂的便當 怪 那連豬都不吃 結果看到我旁邊一直 白雲哥已經在吃第二個 一直吃第六個 白雲哥已經在吃好幾個 不是邰哥在那 所以這個 你知道對於前輩 長輩 所以我們都是看到的時候對不對 禮貌上一定要 禮貌上一定要叫 所以不是 趙哥老人他們 我們不是 年紀人不懂的禮貌 這個我可以稍微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感受 因為自媒體 他擁有自媒體的人 他是沒有進入 真正說像進入演藝圈 有這種師徒制 所以他很多細節上面 可能就沒有注意到 我覺得是有這樣 所以你看那些人現在 他紅很快 倒下來也很快 一堆 是 比如說那個誰 沒有… 不要… 我們要團結 但我覺得是他們應該 不知道要打招呼 他們其實也不太知道 或者是害羞不敢 而且也沒人教他們 沒有這個關係 他又怕說打招呼算是打擾 對 我也有主動跟對方打招呼 跟網紅 他不理你嗎 沒有…他也是傻笑下來就這樣 我心裡想 沒有這個互動很習慣 誰啊 誰講出來 那個誰啊 你是不是連他名字都不知道 不要逼他 年紀大 趙哥忘了 他年紀大 什麼都講出來 就那個誰 記憶力不好 來 那年輕人 讓他們講一下好了 好啦 我跟你講啦 有時候 不是我們故意不打招呼 可能我們眼睛不好 例如有進行 對 對之類 就沒有看到 好兇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 有一些老人家會覺得 自己年紀大就什麼事都是對的 例如我有一次做大眾運輸工具 然後我那天驚痛 所以我就剛好坐在博愛桌上 然後我旁邊兩個阿姨就狂罵我說 現在年輕人喔 做什麼博愛桌 這是老人才可以做的 然後我就沒有理他們 結果他們就開始 踢我 然後還踩我 踢妳 踩妳啊 對 真的… 我告訴妳 這是因為當時趙哥沒有坐在妳旁邊 不然他一定會扁那個老人 不會 我告訴妳 因為現在太多人 以老賣老 自以為是 其實博愛做是有需要的人 當然有需要的 接下來洪哥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 對於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只是說 我滿對這個滿有一點意見的 那是誰啊 那誰啊 對 這樣講你是不是 那誰啊 我跟妳講喔 不是 黃哥是不是 那個年輕人這樣講你 我跟妳講 可能他也 有的時候他也不一定是演藝圈 只是一般的年輕人 因為我有一次喔 我去加油的時候 看了一個攻讀生 大概也差不多20多一點 他看到我 他也不拿加油槍 他一直看著我說 我知道你是藝人 我說對 我是藝人 沒關係 先幫我加油 我真的知道你是藝人 覺得你好面熟 我真的知道你是藝人 然後他後面 很尷尬 我也很尷尬 我不能說我是趙正平之類的 不好意思講 那如果我 我就說 快點啦 不要 不要 不要這樣 我真的討厭你來講 不是啦 所以那一人 知道誰 3塊啦 我真的 現在我們需要 我們先交 不出來 又要不要 有 不是 因為後來我就一直看 他一直說 他知道我是誰 他知道我是誰 我真的知道你是誰 我說那你就講我是誰 梁朝偉 你常常來講話 他是不是 對啊 拜託我 你們脾氣真的很不好 我們路要現在 我們一直擔心你們都爆炸 後面他已經完全想破頭了 他最後只好問你一聲 請問一下 唉唷 他前面 你還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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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哥 加油啦 誰 我誰 我誰 加油 太厲害了 太經典 他在靠血啊 他知道你們這個節目 很多可以逼了對不對 對啊 他就只能把他逼 逼掉 我就會覺得說你如果不熟 其實你就不用裝認識也沒有關係 你就扶過去 你看像我 比方說安心亞 我他會看一下 安心亞最近有拍牛車走了 牛車來進去 牛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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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知道說他有作品 他是拍這個戲的女主角 對不對 白雲哥朋友也是很多的 但是你對於年輕人 你有哪一件事情 不太開心 人人都這什麼 這什麼意思 這幾年前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炫耀 炫耀什麼 不是啦 我是在說我 我們當時差不多同期的人 我們時常會去吃飯 對 然後呢 以前 時常 大家很喜歡跟我吃飯 為什麼呢 我真的能吃 我當時真的能吃 你那個什麼音 不要拿我叔叔的音樂來 對啊 怎麼會有住在吃飯的聲音 然後呢 當時 請孔哥不要這樣講 那是白雲哥在吃飯的聲音 我以前譬如說跟寶媽 跟王彩樺他們 我們時常會一起出去吃飯 他又很喜歡找我出去吃飯 為什麼呢 跟我出去吃飯呢 他覺得 反正整周的飯菜都吃光光 覺得很開心 療癒啊 後來呢 我不是瘦了之後嗎 我去做手術 寶媽還跟我講 你看 現在都不想跟你一起吃飯了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一開始呢 他們都還沒開始吃的時候 我已經吃兩塊鴨水我已經飽了 對 當時我是這樣 喝一口水就不行 對 我就喝 不要說什麼 可樂半杯我就飽了 後來就慢慢慢慢 越來越少人跟我一起吃飯 而且現在我們這個年紀 那個不必要的酒局 我是絕對不會出現的 但是很少 很少沒有那個不必要的 都是有必要 都很必要 但我們今天主要是年輕人 要來 對啊 要來講講你們 我們 這邊已經統計了 來 老人有哪些 問題呢 什麼毛 三句不理 丹臉勇完全不管其他人 對 這就是長輩的問題 像前面三位就很喜歡講說 我年輕的時候怎麼樣怎麼樣 白雲哥會說 我秀場的時候遇到誰誰誰啊 我買單什麼 會一直在講以前的事情 對 像趙哥也會說 以前我在做節目的時候 哪個藝人看到我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他會不自覺的一直重複就對了 是不是 今天海產怎麼沒有發言 那我想發言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們也是不老其事 遇到那種 他們遇到年輕的女生的時候 他們的表演會起來 你有沒有用饒舌講 不行 那個時候我就是在也是吃飯的時候 我不是饒舌歌手 但是我也是吃飯的時候 遇到那個白雲哥跟彩華姐 就是我帶女伴 就遇到他們兩個在吃飯 白雲哥真的是鬱鬱寡歡 可能對象是 旁邊是彩華姐 他們也愛 白雲哥也愛聊不了自己在那邊喝燜酒 沒有錯 你這樣講是對的 我本來是這樣喝燜酒 喝燜酒 喝燜酒 一直喝一杯接一杯 我想要不然我去認識一下 因為要打招呼 我說彩華姐 白雲哥 然後白雲哥看到我帶一個女伴 她整個亮起來 哇 那個笑話趕快連發 可是你喔 好 她暴擊就算 因為那個朋友我記得 那個叫蔡蔡 她跟我 她去就是小廖一下 開那種玩笑的時候 蔡蔡妳小時候很危險 大家都聽不懂為什麼 聽不懂為什麼 妳小蔡的時候 小蔡蔡的時候妳會被端走 但是那個彩華姐也垮下來 那個女生也聽不懂 我站起來拍手 我站起來拍手 這笑話好舊 好老 舊的笑話 有一次我真的演不出來了 我說白雲哥我真的 這個不好笑 白雲哥還跟我 我說白雲哥這個我真的 這個妳用過 因為後來也有其他人女生來 她又講一次蔡蔡的笑話 她OP了妳知道嗎 重複了 對啊 妳是小蔡嗎 小蔡很危險喔 因為會被端走 等一下 第二次我已經笑不出來了 白雲哥 她說妳覺得不好笑 不然妳自己講一個 白雲哥妳講這個笑話講 三 四十年 妳現在講妳自己還會笑 這很厲害 她也要先笑 妳很捧自己在場 因為一樣小蔡都不一樣 所以妳就全新的感覺 對啦 好 趙哥 妳自己就是不停的 在更新妳自己的 其實說實在 我們的個性 就跟水一樣 跟水一樣 流到溪裡就是小溪 水能走 流到河裡就是 流到馬桶裡就是尿 什麼啦 不是笑話不出 我哥要咬起來 沒有… 我點綴一下 我點綴一下 沒有 對不起 趙哥 妳好好講 妳好好講 她說妳是尿 沒有 沒事 對 像水一樣 對 流到大海裡面就是海洋 所以你說 我們做什麼都可以 不是不行 只是說 因為演藝圈難免 會有一些有的沒的 尤其最近又發生這些事情 是 我們當然很容易也是被 容易被攻擊的目標支援 所以一般人都覺得是這樣 其實我很多朋友都講 應該 我可能會有問題 會中下來 其實我這個人呢 其實不會 對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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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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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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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不起你們 我對不起你們 等一下很會鑽欸 我發現 欸 欸 欸 黑米打欸 黑米打的斷 這個是 妳來我們節目 筷子折不斷 妳可以把這個球分給折斷 這筷子折不斷 妳是走開 原來妳的內功這麼樣的厲害 趙哥好年輕喔 年輕人 我來不切 沒在演的 我真真心讚美妳 很有力 妳知道了吧 好強喔 我到時候折斷的就不是這一支 是妳的腰啦 對… 我們要注意了 好厲害 天啊 不要得罪趙哥 不然他就折斷妳那一支球棒 好可怕 天啊 好可怕 反正是那個球棒的品質不好 對 對 我那邊 一般來講不會斷的 不會 你那種品質不好 我不知道那個品質好不好 我是滿確定 我們之前給妳折的筷子品質太 對 怎麼筷子折的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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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啊 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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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看到沒有 薑是老的辣 薑是老的辣 尊敬尊敬尊敬 接下來 看一下第二條 什麼都是為妳好 情緒勒索成習慣 情緒勒索 其實不是情的 我覺得老人的關心 長輩的關心 都會帶一點酸言酸語 真的 那樣不舒服 其實他也是關心 像我自己是鑄唱 就是我鑄唱排很多天 晚上都很晚回家 我爸爸就會擔心我就叫我 他叫我少唱一點就好了 我就說好 原來是關心我 我這樣就可以接受 但他說 他就會給妳說 不是到底那間餐廳 要花這種冤枉錢 他說你這樣子 你這樣唱歌人家去喝酒了 聽到你的歌聲整個都醒了 酒都喝不下去了 你這樣人家會有業績嗎 這好像我們也會講 對啊 你根本就不應該去唱歌 跑不到安慰 所以我爸沒有錯 你爸沒有錯 你爸沒有錯 你爸一定還有講別的 一定還有 除了這些事情之外呢 就是一直酸圓酸語不鼓勵你 酸圓酸語不鼓勵我 每次都這樣講 不管我做什麼事情他也不鼓勵 他覺得我演藝圈很危險 他說你這樣子 你要不要乾脆找一份正職就去做了 不要再待在這裡了 他覺得我很辛苦而已 我說你要不要離開 沒有鼓勵 唯一好笑的是你的長相 然後他說我的長相 很合理啊 我說爸我像你耶 你這樣 他說他為了安慰我 他恭喜我的長相 他說你剛才說爸我像你耶 那你爸跟你說 其實說你不是我親生的 他這麼狠 這麼狠 就這麼狠 父母就是這麼狠 天啊 還有什麼… 長輩給你們的 像我的話 長輩就是常常看到我會說 你書讀得這麼高 怎麼會去演藝圈呢 我花這麼多錢在你身上 把你養到大 你現在在這邊當諧星 就是一種情緒勒索 我比較成立吧 對不對 長輩都會這樣 再跟大家講一下 謝忻你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因為很多現在年輕的可能不知道 倫敦大學音樂系研究所碩師 我的天啊 高學歷 高學歷怎麼會來演藝圈 學霸 學霸 是不是怎麼樣 彭哥剛剛想說的是 我說高學歷怎麼會來演藝圈 你就是最常跟我交給你講 他也會這樣想 沒有 但是呢 因為 很多人以前都覺得演藝圈 像我以前要接觸演藝圈的時候 我爸也是不讓我進來 因為我是 不是 倫敦 我是那個 家裡學 哈爾斌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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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懂嗎 有 你剛剛的笑話好笑 這個比較好笑 這個會撩到你是不是 不是 當時我爸也跟我講說 你幹嘛進去那個 因為呢 我爸是以前他說 這個 然後後來我說 我就很喜歡這個圈子 後來 後來我有成績之後 我爸才認同的 什麼成績 就是有點知名一點 北海岸 北海岸 你是不是覺得 他到現在都沒有成績是不是 趙哥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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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國的 不要這樣子 他已經在演藝圈中央這麼久 不要太打了 獨鍋 拜託 什麼東西 獨鍋酒店 是… 其實是這樣子 我相信白雲哥年輕的時候 應該也是有被爸爸媽媽情惹過 對 不然我們今天就這樣稍微改一下 你現在你來演小孩 因為我們希望是這樣 我們把這個 大家的位置反過來 讓你們感受一下 你演小孩 然後還纏你演他爸爸 唉唷 慘霸 現在 現在他就是 你要去拍情定北海岸 爸爸非常反對 要怎麼樣來回應 這樣子 好不好 來 好 來 預備 開始 爸 我最近有一個那個 那個 電影的製作人找我 要去拍一部叫做 清定北海岸的 唉唷 我們家曉筠這麼厲害 也沒有厲害 那個就是那個戲有一點點就是 要 魯上身還有幾場的那種 親密的愛情戲 唉唷 演戲 對 他的演戲 演戲一定要露給人家看 就 人家難得我身體還那麼壯碩 你的身體我會不知道嗎 爸 妳相信我 你小又沒技巧 你我真的我不知道嗎 很久 這會遺傳你知道嗎 我跟媽為什麼會不好 你不知道嗎 你就是像我 你去拍這種戲能看嗎 我不管了 我自己要去拍了 走了 你去拍你就不要回來了 唉唷 這就是勤了不要回來 我就回去 是勤了就不回去了 我告訴妳 等到有 我媽反而會打電話來 妳有拍妳就回來 一般都會這樣 對啊 小叛逆的時候會這樣 以前舊時代很多是 爸爸是黑臉 媽媽是白臉 對… 以前真的是這樣 我們那個時代真的是這樣 我想看趙哥演小孩 趙哥演小孩 那這樣我來演趙哥的家長 好不好 鄭平啊 鄭平 怎麼樣 怎麼了啊 你最近好不好啊 你好像是要接了什麼工作 是不是 沒有 我跟妳講 現在這個社會啊 坦白講工作不是很好找 而且這些工作也是高不成 低不就 我決定要去拍 你跟爸爸講話可不可以 有禮貌一點 我好像是來收帳的 你怎麼會說 我跟你講啊 很不入戲 我怕我講不到三句話 我怕會衝出去打人 不要打 不要打打沙沙 鄭平 小時候怎麼教你的 來 先叫一聲爸爸 來 欸 哪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 我是造巨型手 造巨型手 很奇怪 你吃我們的豆腐 好可怕 他不能演這種 他不能接受這種色情 他沒辦法 你好好給我站得遠 好 好 小孩叫爸爸豆腐 就證明 你想要去拍A片 快去 你缺錢 你趕快不會阻止你 帶點前衛的 對 因為現在年輕人都拍SWIG 我覺得挺好的 而且一下就成名 而且錢就賺得多 你要有車 我給你車 你要有房 我給你房啊 但是現在的SWIG 應該沒有那麼好賺 男生聽說不好賺 白一個去應徵 白一個有去應徵 白一個有那個知道 他都敢出來 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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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50歲是多少 不是 我看 我不曉得對不對 現在網路人家有在講 然後說SWIG 男生還不到1萬塊 但是以前我們那個時代 就不一樣 你多少 以前你怎麼樣 真的假的 以前那是一棟房子 才3萬2而已 直扎的… 直扎的 直扎的 這還滿好笑的 好便宜 就玉婷笑了 我懂你的根 玉婷你懂我的根 因為我爸爸也是殯葬業的 真的是真的 他真的是真的 他沒有開玩笑 真的 女兒乖… 她有在妳的世界裡 對啦 對到朋友 好 我們今天跟長輩也學到了不少 對不對 來 我們再看看 看一下 訊息轉發不過率 長輩圖照三餐發 真的 我真的覺得 長輩們 像我媽每次都會傳一堆長輩圖 就算了 而且她很喜歡在網路上看到一些東西 就說 你就要照著這樣做 像我的親戚也都會這樣 最誇張是有一個親戚 之前我們COVID-19還很 就是第一次爆發 那時候很嚴重 我們那時候就過年圍爐 一群人圍爐完不去 就可能就聊天啊 滑手機這樣之類的 這時候突然就有一個阿姨就大聲說 等一下 手機都給我放下來 不准滑手機 因為我今天在網路上看到說 COVID-19會透過 然後我們就想說這什麼 這什麼老人言論啊 這我們根本不鳥他 他還說 你看 那如果不能在網路傳播 為什麼你們收得到訊息 訊息不就透過網路傳播了嗎 那病毒一定也可以啊 然後他就這樣來教育我們 沒有科學根據 他就是信了什麼 就要逼著你們也相信 真的 沒錯 糟糕 MG這個長輩還是傳播善意 至少是擔心 我遇到的長輩是詹老師 他在散播謠言 散播而已 沒有 他跟我傳早安圖… 他會正常早安五安玩就算了 他會做那種辣妹的圖 然後傳給妳 跟妳早安五安 對 有些長輩都會這樣 然後越辣 還有那種叫我前面要多運動 就是疫情其實要多運動 然後他會穿一個比基尼辣妹 他說動一動 對身體是好的 這種長輩只是難搞而已 我遇到的長輩 什麼 真的嗎 那個詹老師 潘若迪老師 這些都是會發長輩圖 就是騷擾妳 這樣就算了 白雲哥 他除了騷擾我之外 他還把我不能流出去的照片 做成長輩圖傳給我 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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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不要讓他改進去 我要講 因為我有一陣子 不是有一些照片 剛好流出去 然後那些照片都是 穿比較少一起來 沒修圖的那種照片 結果白雲哥還照三餐的 用我的照片 做早安午安晚安吃飯了沒 傳給我 而且還在他的群組裡面大圍流傳 天啊 白雲哥 我告訴你 他那個傳出去呢 我所有看了之後 結果跟傳出去的都一樣 我就覺得他沒有把私底下的 增長給我 我一定有一點有時 好啦 那這樣 我們把它變成早安晚安途嘛 那就是一種禮貌 自己人傳出去之後 朋友每一個都 自己的妹妹喔 大家都掌聲鼓勵 好啊 真的 給人家看還叫自己的妹妹 是這樣子嗎 有這種說法 不是啊 因為新聞都出去了嘛 但是 我們就 對啊 因為白雲比較多人 對啊 不好意思 謝謝 不好意思 你不要在那邊講風涼話吧 你坐過來… 你在那邊坐過來 他不想要跟你這樣有對立面 你不如坐過去 你不能說跟Natasha跟玉婷 他們和在一起這樣 對不對 我今天這一集 還是真的要坐在這裡 因為大家有在追蹤我的都知道 我是那種戶外運動很多的人 對 我是不是跟你去露營 帶你去爬山 而且我還潛水騎腳踏車 就是跑馬拉松 你就知道我 就是我有這麼多 對啊 我有這麼多戶外活動 可是大家絕對看不出來 我現在幾歲 來 大頭你說 我現在看起來幾歲 應該會滿18吧 出去 不好意思 李廷輝大哥 你不要再撞大頭了 大頭你為了這個幾個湊錢 你講這種話 認真的話大概 我覺得大概肯35上下 好 這個年齡我 好 來 MG覺得 講真的 講真的嗎 講 講真的 我覺得應該 再多一點點 37 38 可以 這個可以 很好 很重聽 OK 37 38 我要表達的是說 其實我的年齡已經40加很多歲了 蛤 你有 40加 我已經40加40 好 我就已經42 快43歲了 真的 真的 但是我跟童齡來講 算是保養得很好的小姐姐 其實妳保養還真的滿好的 對啊 憑良心講 真的 憑良心講 所以 所以我真的 我賺這個錢真的很合理 什麼 就是說妳坐在這邊很合理 妳拿著心安理得 坐在這裡 我今天真的坐在這裡 我拿這個錢 心安理得 而且我不但心安理得 我還要來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才可以跟我一樣 40幾歲了還可以保養成30幾歲 真的 想知道 請說 先講 重點就是 只要妳睡得好 真的看起來就比人家年輕10歲 我今天也有把這個秘方帶來 這是一款現在很流行的夜酵素 這一款 來 這個先往旁邊傳 這一款給我們的主持人 這一款叫做 新普利特農亮顏夜酵素飲 其實它這一款是 新改版的 已經算第二代了 這個牌子 我到現在已經吃兩年了 兩年前它還是第一代的時候 還是一顆一顆的定狀的時候 我就在吃了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現在很多人睡覺睡不著 你躺在床上 翻來覆去睡不著 其實睡覺時候 就是你的 它裡面有GABA 還有酸澡仁 這兩款 可以讓你在睡覺時候 躺下去 你的大腦會很快就可以關機 你可以睡得很熟 而且不太會做夢 我自己是有親身體驗過 它裡面現在第二代的 還加了骨光甘鈦跟維他命C 這個是新的成分 例如說我們去戶外運動 去游泳 去潛水 它其實你皮膚會有一點點 曬得黑黑紅紅的 但是你吃下去這個時候 你的皮膚只會熱熱紅紅的 你會不知不覺 像以前可能大家會 比如說出外景或拍戲的時候 很容易曬成小黑毯 可是今天有這一款的輔助 之後你的皮膚還是一樣 發亮 吹彈可破 那它裡面還有 修復功能 對 它裡面還有綜合的酵素 還有綜合的必須胺基酸 這是這一兩年以來 它一定有的成分 你們可以喝喝看 它是那個酸酸甜甜的 然後我們女生在生理期的時候 皮膚很不好 對 長痘痘 生理期的時候長痘痘 然後你皮膚會非常暗沉粗糙 可是我在吃它這一款的時候 我剛好是生理期 我在試喝這一款 然後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照鏡子 我突然想說 天啊 你現在是生理期的狀況嗎 不是 你皮膚好亮 好嫩 好水 你現在摸摸看 你現在摸 你現在在講之前 你摸我的皮膚看像不像40加 40加 我跟你講 我現在在大家面前講 我不會 我不會用黑字 我不會 我怕我 你前面都要把我剪掉 結果我摸你而已 你真的要摸一下我的皮膚 真的 其實真的滿滑的 滿亮的 那個時候其實是錄影的時候 我就想要測試說早上 因為我們去 就是鬧大家 想說他早上會不會素顏的時候 其實很難看 我們掀起來的時候 沒有耶 我們有一起錄影 他在睡覺的時候是漂亮 一起錄影 你闖入他的 這帳篷裡面 在摸米 我跟你講 完了 憲哥米 憲慧也在 他跟我一起 好 大根也在… 可是我錄影的時候我真的 妳講大根沒有比較好 我睡得非常熟 大根修到游泳池 對啊 我睡得非常熟 因為它裡面還有茶胺酸 所以其實我睡覺的狀態是 很熟很熟的狀態 他那時候我錄影錄到一半 他先開我的帳篷來找我 我其實是沒有什麼知覺的 因為我真的睡得很熟 然後我以前 我是睡眠不好的人 可是我這一兩年 因為吃了葉酵素之後 我真的睡覺睡得跟死豬一樣 你真的叫我我還起不來 所以這時候 你是不是在睡前半個鐘頭嗎 我跟你講他是睡前吃 你真的不會做夢嗎 他不會 因為我是那種晚上起來 還會走來走去那種人 我一天晚上會起來四五次 可是他的確從兩年前開始 就改善我的睡覺的方式 他除了讓我睡眠品質變好之外 他同時也在你睡覺的時候 加速你的代謝 所以有的時候 譬如說你可能宵夜吃太多 但是你睡覺前吃一包 第二天早上起來 你會覺得比平常 它累積的還要少 會比較沒有負擔 是真的 睡覺就是黃金時期 只要你睡得好 皮膚會好 慢慢的你也身體越來越輕盈 皮膚好 看起來就年輕 對 所以這個 等於是比擦保養品還要好 我覺得保養品要擦 最好的保養 可是睡覺真的是 特別是只要一條亮眼液酵素影 可以達到擦保養品的功效 好 但是人老 看起來年輕 但人老真的會難相處 這個 是你們自己個人的問題嗎 還是你們覺得 是這個年齡都會有的 我覺得我們這個年齡都會有 對不對 有的是人設 最後 一個什麼事情出了狀況以後 就變成整個翻車沒有辦法原諒 你看我現在那麼兇 其實我個性很好 你是反過來 他在公開的場合會這樣 你是先完全毀掉任何人設的 對 所以你只是出去外面 你說趙哥去便利商店 買東西他付錢 大家覺得 哇 好人耶 哇 他買東西會付錢 料天丁 不是 我現在講的是說 那是反過來 基本上 人到一個年紀 都會有自己的個性跟毛病 其實我覺得趙哥 因為你在節目上 感覺到說他脾氣比較衝 但是有些人就會故意拿他在 要激怒他 對啦 很多人就會說 你為什麼不體諒他一下 沒有… 節目久了以後 對啊 剛剛那一個 一直叫他叫你爸爸 很爽的不生氣的 那是節目設定 不然我們再演一次好了 再演一次 沒有… 好… 不要丟我 你要激怒他 我一定要幫趙哥講一句話 大家都覺得趙哥愛罵髒話 然後脾氣不好 但是我有一次跟他聊天 我跟他講說 趙哥我下個月要去俄羅斯玩 他說你一個人去嗎 我說對 他說我那邊有認識的朋友 幫你聯絡一下 我根本沒有把他的話放在心上 我覺得怎麼可能 對啊 他一定是亂講講 結果 結果 當天晚上他傳訊息給我 他真的幫我聯絡了俄羅斯的 在地民間友人 我去俄羅斯的時候 那些民間友人每一個都請我吃飯 我真的非常感動 那個蘇聯那個是KGB是不是 對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怎麼會認識俄羅斯的人 簡單講一下 因為之前都是 常年都有在那個 那邊忙教會的事情 所以認識當地的華人教會 莫斯科華人教會的一些中國人 當時他說要去莫斯科我嚇一跳 而且就是他一個女孩子 所以我才聯絡當地的教會 把他的聯絡資訊給他 如果到當地的話 可以萬一他堅持一個人去旅行的話 出了什麼問題 如果當地的中國人 可以支援幫他掌握一些事情 你好善良 好感動 他到一個事情才要常常講出來 對 厲害 其實我還有很多好事 我不建議可以做一集 好事多 可以做一集 好事多好事 看好曾經服老太婆過路 馬路 老太婆在掙扎 所以的確我們聽完 我們就覺得趙哥人好好 對啊 那我們再演一次好了 就是你演我的阿公好了 好不好 然後我演孫子 我去拍十位哥 對 阿公又去拍片 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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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這個年紀還要去拍十位哥 你不要… 好不好 講這種 真的講這種不能回來 講這種不能回來 你那不想玩就把整盤毀掉 毀掉啦 撒毀這樣子 不想玩就毀掉他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人的年紀慢慢大了 他就有一些固有的習慣 但是我覺得年輕的朋友 的確可以從他們身上 學到非常非常多一點 真的 還有人生道理 這是真的 好不好 大家一起努力感情更好 好嗎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我們今天見到拜拜 拜拜 謝謝 我們今天立美不會告訴你 中天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 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而且權威的 國際資訊和情勢分析 請立刻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有多一分力量 你好 我這樣看見 啊 是